全世界都在面临人口快速老化 台湾也在2018年正式进入高龄社会 而且预计2025年后将进入超高龄社会 到时平均五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老人 这也让长期帮助重症以及慢性病患的德国医药厂商 着手协助台湾的偏乡老人 他们不但动员全体同仁一同加入南投县生活重建协会的行列 甚至身体力行协助送餐 居家关怀在地长者 希望借此传递关爱生命的理念 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 即使是坐着轮椅 带来人开心的手舞足蹈 每到岁末年中 南投国庆乡总是热闹非凡 将近两百位长者一同围炉吃团圆饭 我们来准备行猪 我们平常只要办活动就是会帮长辈剪头发 然后会帮长辈医疹的部分 包含中医 西医的部分 加上卫生所 卫生局来这边打流感 我们最主要的动作都一样 就是让他的生命能够延续 让我们的爱的传递 让我们长辈生活得更快乐 不过有别以往的是 这回多了50几位志工热情参与 他们都是有医护背景的医药人员 我们其实长期关注的 都是在病人的照顾 但实际上我们周遭 其实就有非常多需要我们关心的人 南投县生活重建协会 其实从921地震之后 就长期在关心我们国庆乡的这些长辈 他们从921地震的那一天开始 一直到现在连续21年 就间断地做了这些送餐的服务 那之后他们也做了这些倒载的沐浴 还有医疗接送等等这些服务 那他们做的这些事情 而且坚持了这么多年 深深感动了我们 这个地瓜饭 有地瓜老板之后来 我们都是会煮地瓜饭 感恩餐会的另一头角落 几个社区妈妈忙着切菜备料 全是为了长者的晚餐典当 菜要简单一点点 然后切菜的时候就是要注意 不要太大块 然后刚好 然后东西不要太咸 然后那个 有些东西 有些人他不吃鱼 因为他视觉上没有看到 所以挑鱼吃他很麻烦 会卡在喉咙 长者的饮食喜好 社区妈妈们了若执掌 尽管备餐数量多达200个 但每个老人家 都有客制化的专属电当 更重要的是 里头的食材都是善心人士的爱心捐赠 像那个白米有时候去台北寨 新竹寨 高雄寨 我们台湾的庙宇是最多 但是通常他们普渡完 拜拜完之后就会提供给我们 我们只是顺手去寨而已 有寨当然就是有东西 你不寨当然就是要人家来送过来 那事实上很困难 21年来 邱青喜跑遍全台载物资 天天为宠物经费奔走 即使罹患严阵也从不停歇 谢医师说要排住院三天 我说我只能给你一天 我下午三点报到 明天早上第一刀手术 手术完之后恢复之后 下午三点我就回来了 对 谢医师说 为什么那么赶 我说我不能影响到 我生活的周期 每天要买菜 我就当然要回来买菜 要不然老人家怎么吃饭 吃饭 好 李宿舟 你好 我看他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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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吗 仿佛把便当当作快递 邱青喜每天都要 长者签收才会安心 但您绝对难以想象 原本的他只是一名机车行老板 921地震过后 让他的人生又要很重大的转变 大家都受在乎 道路都不会通 然后还要复苏 这个短时间根本没办法去复原 你原本的工作 所以说当下闲着也没事做 就我们在福费国小 煮大锅饭大锅菜 就开始帮这些长辈送便当 是因为921的关系 持续送了 送久了 刚才我讲了 就是一个感情 就是一个家人 变成是一个家人 怎么分得掉 分不掉 要穿短褲 短褲不方便 这样比较快 但是今天天气更冷 你比较冷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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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上面热 会不会冷气 细关节退化的林文龙 双脚变形行动相当不便 孤苦无依地 独居在租来的房子里 过年八十八 早期他都做到 他有空间的时候 我一年生长 六月就没老婆 十五月就没老婆 生我一个娘 生我一个娘 没错 再生也没充满 因为厕所和厨房都在后头 林文龙得拄着拐杖 忍痛地绕一大圈 志工们担心 天色昏暗 林文龙一个不小心 就会四脚朝天 所以特别帮他装了一盏 自动感应灯 开心之情 一语言表 一个暖心的小举动 就让长者相当无心 好 拜拜 拜拜 再见 即使是穷乡僻壤 山路骑驱难行 社区妈妈们仍旧不畏风雨 骑车送餐 365天从不见乱 因为山路比较危险 所以说送餐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社工妈妈怀了孕 又送便当给阿嬷吃 结果就摔下边坡 然后脚筋断掉 断掉也没办法马上开刀 来接回去 等到小朋友出生之后 再找时间去把金再接回 即使社区妈妈们缤纷多路 但一个人还是得送40个便当 来回超过60公里 得花上三个多小时 从第一台车 新车送便当 到21年了 已经换了六台机车了 所以说你看那损耗率真的很严重 机车的保养都是我在做保养 我们大概两个月一定要换一条轮台 南投国庆乡的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的两成以上 21年来 协会始终坚持翻山越岭 穿梭13个村落 就是要把温暖 传递到天乡长者的手中 带一些营养品给你吃 好 谢谢 好 谢谢 你多年轻人 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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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尽管身体疲惫 但看到这么多志工来关心 60岁的管梨姿 难得展现她的好歌喉 阿嬷婆先过来 谢谢 好 谢谢 阿嬷 吃瓜 她是需要用轮椅行手 然后她本身就是 因为她眼睛有四网膜玻璃的出现 所以目前右眼是看不到的 左眼的话 就是只能看到一点残硬 然后爷爷的话 她是因为神经压迫的关系 然后现在就是行动上 会比较不方便 然后她的排尿的话也 就是没办法自行排尿 现在都是截着尿管 这家伙伴的吗 说伴的 说伴的 说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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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怀疑 他们一家三口 就是住在柠檬华搭建的 爱防舟 看起来不但结构危险 木板上根带有铁钉 而且他们的住家环境极为脏乱 堆了很多杂物 就连室内也昏暗不已 儿子目前的工作也不稳定 就是靠打零工的方式来维持家理 然后奶奶就只有一个 身上的补助可以领 然后她一个月又要换很多 就是要买很多尿布的钱 然后其实他们家 就是经济其实很结局也很困难 就是其实每个月就是入不敷出 因为管奶奶常年喜剩 卧病在床 幼教掌还因为血糖控制不佳被截肢 再加上她的体重将近一百公斤 想要洗澡更不是难上加难 奶奶她体重也比较重 如果是服务人员来的话 她可能一个人扛不住奶奶 然后如果奶奶发生了什么事的话 我们也没办法 就是没办法全力去协助她行动这样子 所以需要利用沐浴车来帮助她 千万别小看这台沐浴车 她可是要价不菲 里头应有尽有 这个部分是水箱的部分 对 然后我们有个过滤的 它水会从这边接出染 朋友 要来带你水源锅 三个人一组 两个洗头搓背 一个负责管线和水的温度 你要跟他抓 他让你冷下去给他挂线 你还跟他抓起来 他很吃力的摇下去 你又跟他拉起来 对于长期卧床的长者来说 每天只能靠擦澡度日 让他们的泡澡 就好比我们每天起床 喝一杯温开水 五脏六腑全身通畅 但无奈的是 偏向资源不足 无法照顾到所有有需要的人 其实最难逃就是人 其实我们一刚开始 在骑动这台车的时候 也是卡在人的问题 对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找到 适合又愿意做这个洗澡服务的人 人进来 所以有一阵子 其实是我们社工也会下去帮忙协助 我想化成社会老人家 也多多少少 会比较希望能够在家终老 这个跟西方社会是比较不一样 那在家终老 它需要的就是必须要有 比较规律的方式跟陪伴这件事情 我希望社会大众企业 能够也一起来想念 施比寿更有福 非有用行动相挺 才能让这股关怀社会的暖流 照亮所有背光的角落 把关爱生命的动力传递下去 都看到这里了 想必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凯淳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了 都看看我们下一个小铃铛 我们下一个小铃铛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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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